大家好 我是五仔 欣妮姐姐 你好 肥媽你好 近來因為契仔的風波 兩位支持 另一位不太喜歡 其實音樂比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又不是一定你死就我活的 可以是和而不同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 我們的廣播 但有些人會站一邊 反一邊 兩位前輩 以往日的往績來說 似乎一邊都會提攜一下 另一邊用另類的提攜 也會點名一些有名有姓的歌手 肥媽其實是有公開說過 不滿欣妮姐姐的一些行為 但那些不是最近 十幾年前已經有報道出來說 你這樣去說這些年輕人好像不太好 究竟詳情是怎樣 但無獨有偶 原來肥媽的一位孫女 她的樣子和阿欣妮姐姐也很相似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大家都是混血兒呢 混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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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差不多 像肥媽所說的 她說自己的樣子也很相似 伊瑟貝娜 我們都表示深感認同 這方面 兩位大前輩的恩怨 究竟是多麼精彩 其實我也想知道 麻煩15仔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想說一下欣妮和肥媽 她們的恩恩怨怨 原來不只是由古卓民開始 十年前已經有 所以今天會詳細說一下 她們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知道欣妮姐經常對很多人都批評 肥媽見她批評一些後輩 很多時候肥媽都有抱過後輩 跟欣妮持相反意見 不知道關不關這些事 所以很多時候 讀到中年很聲音異的時候 欣妮又再次跟肥媽說相反話 但更加想不到 肥媽其實她有一位孫女 兩年前的時候還上過肥媽的頻道 當時網民說肥媽這個孫女 跟欣妮好像有點撞樣 雖然她孫女當時只是十八歲 但可能她的樣子有點像 欣妮年輕的時候 其實像也不奇怪 畢竟欣妮和肥媽 她們都是忠袍混血兒 有可能這樣 你可以說是同種類 所以撞了樣子也不奇怪 但那時候是否因為這件事 始終冤架路窄 會不會她一招數一數一 原來欣妮和肥媽都有一些親戚關係 我只是說 既然有點樣子 會不會 大家都是同一個祖先 其實那次 主要主要是肥媽的頻道 帶了兩位孫女出來 兩位孫女都長得很漂亮 笑起來又非常甜 當時肥媽還說 提議她的大孫女 建議她不如去參加香港小姐 至於像欣妮那位 其實是她第二個孫女 叫做沙媽華 而她兩位孫女都不是經常回來香港 那段時間還是趁暑假 那段時間還是疫情 尤其是她第二個孫女 她當時只有九天陪肥媽 因為之前疫情那段時間 你知道要隔離 隔離了一些時間 然後又要陪她父母 所以當時肥媽說 安排到九天都很開心 那次的頻道主要是 看到肥媽和她兩個孫女 吃點心 還看到肥媽開心得 被朋友說肥媽 嘩 糖尿飆升 是啊 當時肥媽說已經 一年多兩年 和這兩位孫女 沒有一起見面 因為她很多時候去了外國 所以那次喝茶她們很開心 那次肥媽她兩個孫女 穿上了一些白色的衣服 加上她們兩個都是古銅色的皮膚 比肥媽還要黑一點 話說似 恩尼的孫女 她一笑起來 真的有些恩尼姐的影子在 不是媒體或網民在誇大 我也覺得似 而且她兩位孫女 她經常在網上 都貼上一些漂亮的照片給人看 當中不少 還有一些三點式的泳衣 完全展示她們有幾火辣的身材 所以那次肥媽 叫她的孫女 參加香港的笑姐 不是說一下 她真的有些資格可以參加港姐 加上她們的廣東話都說得不錯 都算正 而其中像恩尼姐那位 都看到一些個性很苛朗和主動 因為其實在這些社交平台 都有她的照片 好了 說回肥媽和恩尼的恩恩怨言 原來看一篇新聞 都差不多接近十年前 當時肥媽好像很不滿意 恩尼狠批一些年輕人 因為當時肥媽其實是出席一個活動 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剛剛被媒體問到 因為恩尼在那段時間 批過房祖明和柯鎮東吸毒事件 因為那段時間發生過這些事情 當年報道說房祖明和柯鎮東 在北京吸毒被捕 當時馬上掀起整個娛樂圈 很大的反應 當時恩尼姐有走出來 說一些她自己的感想 她說應該要打開 對這兩個人 加盤懲罰過嚴懲 因為當時 房祖明原來都有吸毒超過八年 恩尼姐當時就說 吸毒超過八年 這些絕對不可以原諒 恩尼還說 這八年內地都已經有不少 有關刊登的人吸毒 誰闖禍 誰被捕 這些新聞出現 竟然房祖明 仍然毫無警惕 照犯 房祖明簡直是膽三毛 當時恩尼還說 房祖明說 因為你後面有後台 你才更加可惡 所以更加要嚴懲 當時恩尼姐還說 他們都不知道搞得那麼不清楚 不知道是不是老山蟲 當時恩尼姐還要求 責大大嚴懲 不可以手軟 據知那段時間 北京的警方就搜到房祖明 有100克左右的大麻 當時房祖明還說 其實這些大麻都放在這裏有兩年 當時恩尼姐非常之怒憤 他就說 公安竟然可以被房祖明放了兩年 都未吃完的毒品 到底成龍和林鳳嬌在這麼長的時間 有沒有關心過你的兒子 恩尼還說 養子不教誰知過 其實恩尼當時就不只是說 房祖明一個 有我阿嬤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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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關不關當時欣妮姐說得那麼狠 所以當時媒體問到肥媽 肥媽也有為她們回應 有人肥媽她自己也生了很多兒女 所以她自己很清楚 她回應回那時就說 有時候大家做父母都不擔保自己的弟弟 是不是會做錯事 所以做長伴就算不幫忙 都不應該一出事就去踩人 應該要扶持內心給她們一些機會 肥媽說這些才是Auntie的責任 加上房祖明小時候已經在美國長大 那邊碰戴這件事又不是犯法 當然肥媽說她不是特別幫房祖明說話 只不過做人都應該要尊重每個不同的國家的法律 肥媽也很厲害 當時膽敢這樣回應欣妮的說話 其實肥媽 當然年齡上有可能跟欣妮差不多 但我背份上肥媽其實是欣妮的後輩 因為當年欣妮在香港做最受歡迎女歌手的時候 很紅那段時間肥媽還在走廊裡面唱歌 肥媽當年要去到1987年 唱了龍虎風雲那首浪氣的主題歌 還有友誼之光 這才是肥媽真正紅的歌 監獄風雲的主題歌 那時候肥媽才是紅有人認識 但那段時間欣妮已經上了神台 因為欣妮最紅那段時間應該是78年至84年 由奮鬥那首歌開始 直到她丈夫附身過世之後 她為她唱了一首歌叫作道孤獨 那這首歌應該是1984年的時候發行的 那這段時間就是欣妮最紅的時間 那另外 有一單我之前也說過的 就是欣妮說阿張沒有禮貌 面向她都不跟她打招呼 說阿張目中無人 不懂尊重前輩 沒有家教 因為當時應該欣妮和阿張出席某一個活動 那當時我不知道阿張是怎樣 碰下碰過還是什麼 但阿張說她其實當時都見到欣妮姐 而且旁邊有很多人在排隊 那當時阿張就不是很清楚對方認不認識她 因為阿張說她 那當年她也是剛剛出道 所以就沒有上前打招呼 而事後阿張還有微博 對欣妮姐 致血 但那次阿肥媽在活動上 她也有說回阿欣妮這句說話 因為阿肥媽就支持阿詹 而當時阿肥媽她都說 記得阿欣妮之前都支持過阿詹 說她沒有禮貌 但阿肥媽她就不是很同意 她也見過阿詹 說阿詹對她看到她那時候很禮貌 當時阿肥媽還要強調 說阿詹是她見到這麼多的藝人之中 最有禮貌的新人 即以當時的新人來說 而且阿詹唱歌又唱得又專業 那次內地搞節目那時候 阿詹還要特意過來 跟阿肥媽打招呼 說真是厲害 阿肥媽是不停跟阿欣妮唱反調 那不知道是不是這件事 就撩起阿欣妮把火 因為當時阿肥媽是名正言順 說阿欣妮覺得這樣 但我不認同 那有人阿欣妮姐在心目中 可以這樣看阿肥媽 說你這樣擺明挑撥她 好,所以跟著 到中年好聲音二的時候 人人都說阿肥媽疼顧顧卓文 也很明顯是看得出阿肥媽 真的疼顧顧卓文 阿欣妮在這個時候 就跟阿肥媽唱反調 那或者阿欣妮本身 也真的很欣賞譚輝智 因為如果在外面受歡迎程度 的確阿輝智又比阿卓文 多些人喜歡 不過說實話 阿欣妮這樣很多時候 批評後輩 其實我們都見慣不怪 因為大家知不知道 阿欣妮有個肚子 阿欣妮的肚子就是 惡譚風紀 很危險 當年陳奕迅 都被阿欣妮說過他 那時候他們試過 一起坐飛機 那次還有張柏芝 和陳曉冬 和Eason一起 而事後 阿欣妮都很指明 對著媒體說 說Eason 當時 沒有禮貌 在飛機上說話很大聲 阿欣妮跟她說話 阿欣妮跟她說話 覺得她大聲 阿欣妮又不直接看阿欣妮 搞到最後 阿欣妮事後 都要解釋事件 但那次阿欣妮很厲害 她就說 其實不是 只是長輩的 總之 凡是任何人 說話有道理 Eason 她說她都會聽 那次 欣妮說她那時候 她是有聽的 那 Eason那次的解釋 還說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 剛剛睡醒 所以說話大聲了 那當時Eason還說 欣妮姐跟她說話 其實有看她 不過有可能 Eason說 她不是直看 所以欣妮姐以為她沒有看 我知道 人的眼球 其實可以 一百八十度 接近的範圍 都可以看了 那即是怎樣 當時Eason是 側望的 欣妮很不喜歡 她鼻視她 那說真的 欣妮姐 你不要說 香港樂壇天王 Eason也被她說過 就算 台灣那邊 當年 欣妮姐也有暗訓過 李靚蕾 當時 連日隔空 在數王力雲 一時 說李靚蕾 是最毒 苦人心 欣妮姐 有可能見一見 她們 我這樣說 她可能想起 當年她對 阿符聲 欣妮姐 只不過對阿符聲 嚴重 但沒有公開 數過阿符聲 甚麼 但當時 李靚蕾 狂數了很多 王力雲的不是 雖然 那時已經是她前夫 但也數得 挺嚴重 當時又說 王力雲 走去約人約炮 召妓 有性上癮 自戀型人格 又說她沒有盡到爸爸責任 搞到當時王力雲要 當著大眾道歉 還有一段時間 是退出娛樂圈 當時 欣妮姐很簡單 在網上幾個字形容 李靚蕾 才明白 最毒苦人心 若他第二 沒人能第一 而當時最厲害 也有網民認同欣妮的看法 就說 私事公開 這個做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當時網民就說 有甚麼不對就分開 又沒有人要他們 逼他們結婚生子 無緣 就分開 那些網民就說 李靚蕾 這樣的行為 真是無聊 其實男生都已經受了教訓 絕對要適可而止 當時還有些網民說 真的很多人很喜歡 將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的不恨 拿到網上 就被人看 其實這樣被人看 連自己的面子都會被人丟 當時欣妮還有回應網民 說最高學府沒有教到 好來好散 莫強求 這個就是最高境界 當時欣妮還在說對方 明明這些應該自己解決的家務事 由大家幫忙完成 一人獨享修成 這件不應該 當時欣妮還說 李靚蕾 再繼續這樣搞下去 原本是同情 都變成了不同情 因為已經太過程了 我又覺得欣妮在這件事裡 都有她說的道理 其實欣妮向來都有她的道理一面 不過有時候大家認不認同 當然啦 很多時候欣妮對後輩那種苛刻 就真的不是每個人一定會接受的 尤其是肥媽那些 因為肥媽站出來 很多時候都是很多正能量的 還有肥媽覺得 很多時候後輩應該前輩 是要鼓勵說話對後輩說 而不是不停放褲子 給後輩 搞到他們在娛樂圈裡面 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知道其實藝人 都是一個公眾人物 有什麼銜差答錯 一定會被傳媒說她的 所以最近我看到肥媽 真的疼到股卓文 碰了 慢慢說股卓文好的性格優點 肥媽還要說到 她本身其實 最初那時候說亞洲星光 她原本不是特別偏幫股卓文 但是太多才能 首先股卓文從來不會遲到 尤其是她那時候參加比賽 她一直都還在住澳門 每次錄影 股卓文都可以準時 甚至早到 不止是中年很聲音異 又亞洲星光的時候 股卓文已經是一個非常手勢的人 肥媽又說 其他有些參賽者 當時在講亞洲星光 在將軍澳那邊錄影 竟然有一個參賽者 住將軍澳都可以遲到 接著又說股卓文不怕吃虧 又多醜多藝 當年找股卓文登台 因為股卓文最重要是懂得跳舞 因為肥媽很多時候登台 又多帶一個嘉賓 大會那邊也未必可以 主辦方未必肯 但如果要帶一個舞蹈員 那就不同了 所以當時股卓文跟肥媽登台 其實她又不是嘉賓歌手的身份 是一個舞蹈藝員的身份去登台 只不過有時候肥媽有些情況要休息 就叫股卓文 順帶唱幾首歌給大家聽 所以由這些個案 就算當時股卓文還未正式上契 但已經個個都說她是肥媽契仔 還有大家都知道肥媽收了多少契仔契在這裡 現在還說接下來都收了股卓文正式和她上契 可想而知是多疼她 所以肥媽這些 經常在後半面前擺很強的正能量 她一定不喜歡欣尼姐這種嚴恨批評那一類的長輩 所以是沒辦法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性格 她們好像變成名中注定的敵對一方 好了 今天語學圈新聞先說到這裡 以後再分享其他語學新聞 就是這樣 拜拜